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跑到他跳楼的位置 居高临下看去 夜幕中就见一个极淡的影子 从女寝楼下一溜烟的跑了 不留一片云彩 身后只剩一阵闹嚷 我松了口气 看来他并不会伤害普通人 或者说这群女汉子太凶残了 可是 他倒是跑掉了 我该怎么办 回头望望楼顶 我是又想哭又想笑 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啊 可上一次我算是福大命大逃过一劫 这一回 也好 反正下面闹闹哄哄的 我也不可能下去 索性借着这个机会再查看一下楼顶 我站起身 走到了上次摆着骨灰的地方 这次地面上倒是干干净净 又往周围看了看 再没什么古怪异常的东西 不过我还是不放心 既然那人已经搞出这种东西来了 就不可能就此收手 沿着楼顶地面 我小心翼翼的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 下面还在闹嚷 估计这一次抓的流氓都很兴奋吧 我想起那家伙忍不住想笑 穿成那个样子本来就不正常 被人当成变态揍了一顿 活该 但是我也有一点担心 这一次不成功 下一次他肯定还会再来 而且这人的手段诡异非常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再次莫名其妙地中招了 我一边搜索一边思索 却在这时我看到了天窗里探出的一个身影 东张西望地对我招了招手 我心中一动 奇怪 这等情况下会是谁 再说那梯子也被我撤了呀 难道又是一个鬼 我疑惑地凑了过去 那人还在不住地对我招手 很急迫的样子 我走到近前一看顿时就愣了 居然是叮铃的 我不由惊讶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叮铃着一脸焦急的招手 低声喊 快快快 趁着他们没回来 这是来帮我的 我快步走了过去 疑惑问道 你这是 他打断了我 说 快点下来 别问那么多了 要不一会儿你就跑不掉了 我忙点头 走到他身边才发现 原来他是把两个椅子叠在一起 就那么摇摇欲坠地站在上面 在跟我说话 我犹豫了下 还是相信了他 不管怎么样 我曾经救过他 他怎么也不可能坑我吧 我把梯子放了下去 他闪到一旁 看着我小心地爬了下来 然后飞快地抓起两把椅子 叫我 快跟我来 好吧 我现在貌似只能跟他走了 不过他并没有带我下楼 而是转身进了一间宿舍 回头喊我 快进来 这真的好吗 进女生宿舍的事我还从来没干过 尤其是这种时候 万一回头那大妈再带着她的特种部队杀过来 我可是招架不住啊 看我犹豫 叮铃的二话没说 冲过来就把我拖了进去 砰的一下关了门 我昏头昏脑地抬头一看 这宿舍里原来并没有别人 就叮叮叮自己 虽然也摆着几个床铺 但却都是空的 原来你一个人住在这间宿舍啊 我惊讶道 是啊 我包下来的啊 怎么 没想到吧 叮叮叮只穿着件吊带睡衣 散着头发 光着小腿 笑着拍了拍床边 招呼我 坐呀 别客气 这里不会有人来的 放心吧 我很是不自然地走了过去 却没敢坐在她的床边 而是坐在了另一面的空床上 有些忐忑地问 那个 你是怎么发现我在楼顶她 她再次笑了笑 很简单嘛 你跑上楼的时候 我刚好在卫生间出来 虽然是一晃就过去了 不过我还是认出了你 然后那个人被大家揪住 跳超货跑了 所有人都追了出去 还有看热闹的 我想你肯定难以脱身 就出去救你了 原来是这样 我不禁大为感激 这可多亏了她呀 要不然我现在还在楼顶上瞎转悠 范畴怎么下来呢 不过 我刚松了口气 一颗心就又提了起来 因为我忽然发现 即便我现在从顶楼下来了 可我还是出不去宿舍楼 她看出了我的担心 笑着说 你别担心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事儿跑进来的 但是我知道 你一定有你的理由 现在你要是想出去的话 我的有个法子 就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什么法子 我问道 她刚才说出那两句话 其实让我很是感激 这要是换作别人 怎么也得盘问一番 可丁玲玲连问都没问 就这么帮我 看来我当时真是没有救错人 她瞪大眼睛 看了看我脸 上下端详一番 忽然嬉嬉一笑 从床边抓起一套衣服来 说道 现在外面正乱 要不你套上我的衣服 偷偷跑出去 我傻眼了 说了半天原来是让我装女人呢 这是什么馊主意 这也太狗血了吧 不行不行 坚决不行 这么要命的时候 我要是穿着一身女人的衣服跑出去 非让人家当成变态打破了像不可呀 我使劲摇着头表示不同意 她想了想 又拿出一顶帽子说 没事 现在这么乱 你把这帽子戴上 保证没人认得出 我一看 她拿出的还是个小熊猫的帽子 上面戴俩耳朵那种 我含了一个 拼命摆手 你还是饶了我吧 她随手又拿出个墨镜 说 要不你再把这个戴上 我无语了 大姐 现在是半夜 你确定我要戴个墨镜出去 她也是一愣 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我还真忘了这个 那你说怎么办呢 我生怕她再拿出什么雷人的玩意 起身走到窗边 往下看了看 直接下面却是宿舍的后楼 看着挺高的样子 我比划了几下 不行 这跳下去估计就是左死 我紧皱眉头 苦思逃脱方案 丁丁丁就在一旁目不转睛的看着我 那目光似乎有点火热 我心里有点异样 一看了目光正思索着 忽然她开口对我说 要不你今晚就住在这吧 她这话一说 我瞪时脸就红了 人也慌了 我的个天呐 我哪经历过这个呀 不不不 我还是等一会儿 没什么动静了 我悄悄出去 我心头砰砰直跳 都不敢看她了 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 虽然她话里并没有说什么 而且啊 这也是个特殊情况 但是 她忽然笑了 目光仍然盯在我的脸上 扬着头说 原来真的会有红脸的男生 真可爱 我去 你这是调戏我吗 我一阵别扭 干脆 顾左右而言她的说 别闹了好不好 我这也是正经事 要不然你以为我会大半夜的跑到这里来呀 她扑斯一笑 我知道你是正经事 但是呢 现在你肯定是跑不出去了 除了乖乖的听我的 你就只能出去承认你也是变态流氓 怎么样 你选哪个 我 她这句话直接戳中了要害 不待在这里 就得出去被人抓住暴打一顿 然后扭送保卫处 下一步估计就是勒令退学 然后是各种舆论 指责 谩骂 搞不好还得上电视 那这样的话 那我还是待在这吧 我不吭声 既没同意 也没说不同意 老老实实的坐了下去 叹了口气 她温柔的笑了笑 又对我说 放心啦 我一个女孩子都没怕 你怕什么呢 再说了 我这样帮你 也是为了报答你前面救我的情 你不要多想啊 那就再好不过了 我心里面想到 丁玲玲是个比较火辣的女生 我还真怕在这大半夜的孤能寡女 会发生点什么 不说别的 就现在屋子里 弥漫的这股幽香的味道 我就有点晕晕乎乎的 我努力的冲她坐落个鬼脸 没话找话说 对了 那个陈寒阳这一天怎么样 她撇了撇嘴说 谁知道呢 我已经好几天没见到她了 没点男人样 我诧异道 不是吧 楚琦说 你昨天晚上还出去和她见面 她正了正了说 哎呀 你真是个笨蛋 人家就是不愿意提她而已 你还非要说出来 我也愣了 下意识地挠挠头 心想啊 这些女孩子脑子里面 到底都在想些什么 真是让人搞不懂 外面的闹闹嚷嚷 一直持续了好半天 阵仗比上次还要大许多 所有的人似乎都在议论那个 穿着红色裙子的变态 到底是哪个 而这一次 怀疑的对象已经从男生中排除了 因为几乎很多人都目睹了当时那惊人的一幕 那个闯入女生宿舍的变态男 竟然呢 从四楼窗口一跃而下 非但没事 而且起身就跑 一溜压就没影了 这简直有点过于害人听闻 所以一直闹腾到很晚 大约得有快到后半夜两点 人群才渐渐散了 听着外面的女生陆续归寝 灯光也逐一熄灭了 我这才安详心来 丁灵灵却笑着对我说 好了 这回没事了 我们也该休息了吧 我心里一跳 不过呢 事情并没我想象的那么香艳和刺激 丁灵灵只是找出了一条被子给我 扑在了她对面的床上 她小心的对我说 条件有限 你就对付一下吧 我忙说不用 我在这坐着就行 反正我也睡不着 她却不一 说 那怎么行呢 那岂不是太委屈你了 再说 这大半夜的 我要是突然醒来 屋里坐个人 那多吓人呢 我想想也是 于是 只得从了她 把被子泼好后 合一躺了下来 真别说 折腾了这么半天呢 我也累了 尤其是刚才 被那家伙打了两拳 这一躺下 就都隐隐作痛起来 丁灵灵看着我 瞪着眼睛 笑着走了过来 轻轻把手覆盖在我眼睛上 温柔的说 现在什么都不要想 乖乖的睡觉 明天早上的时候 一切都会过去了 我随之缓缓地 闭上了眼睛 她的声音 就在耳边 滴滴地响起 带着那么一缕幽香 让人感觉 很是舒服 说也奇怪 她这两句话一说 我身上的疼痛 似乎都减轻了 整个人 有点轻飘飘的 我深吸了苟气 那幽香 钻进鼻子里 只觉得浑身都放松了 所有的烦恼和忧愁 仿佛也都通通消失了 都说女孩子是水 能融化所有的尖冰 女孩子是药 能治疗一切的伤痛 这一次 我算是体会到了 叮铃铃的脚步 却远去了 吱哑一声响 我知道 她也睡了下来 想想好笑 命运真是无常 我连做梦都没想过 我居然会跑到 女生寝室里面 来睡了一觉 而且 还是孤男寡女 床头的小闹钟 滴滴答答 时间缓缓流逝 我本来还想着 思考那些事情 但是不知怎的 脑中却很快地迷糊起来 昏昏沉沉 瞌睡快要止不住了 算了 有什么事 明天再说吧 我放松了精神 常常地呼出口气 朦朦胧胧地 进入了梦乡 不知不觉 我做了个怪梦 梦中的我 独自坐在楼顶 仰望星空 何须的风 浮过面旁 温温柔柔 空气中 仿佛有淡淡的清香飘过 让人说不出的舒服 身后忽然有人叫我 我回头 原来是心雅 我大喜 拉着她的手 问她 伤势怎么样 她笑着说已经无碍了 于是我和她并肩坐下 依然是在楼顶 指着星空 开心地谈天说地 梦里面的心雅 是那么的开心 脸上溢满笑容 正说着话 不知怎的 风却渐渐凉了下来 我起身 拉着心雅 想要下楼 但是转了一圈 却怎么也找不到 下楼的路径 我急了 正要拉着她 从楼顶跳下 却在这时 夜空中 异变涂生 那满天的星斗 在空中 闪烁摇颤不停 刹那间 整个星空 似乎都在晃动起来 我惊讶地 抬头看去 却见夜幕低垂 黑压压地 笼罩在头顶 低得 仿佛要掉下来一般 而那漫天的星象 突然变化做了 许多活生生的野兽 有的像山上的巨熊 有的像野狼老虎 一只只身形巨大无比 还有许多不知名的 奇形怪状的怪兽 飞禽 在半空张牙舞爪 一时间 空中万兽嘶吼 监惑伴随着 隐约而来的 阵阵龙吟 一股莫名的威压 充施在天地之间 令人忍不住 便要跪倒膜拜 我只觉 心中骤然一击 那满天的巨大怪兽 就在自己头顶吼叫 仿佛立时 便要扑下来一般 我退了一步 伸手去拉新雅 却拉了个空 回头看 新雅不知何时 已经不切了踪影 我心中惊恐 口中不住地叫着新雅 脚下却忽然踩空 一头从楼顶 栽了下去 仿佛掉入了黑洞一般 四周都是无边的黑暗 一片死寂 我不断地下坠 下坠 双手拼命地抓来抓去 却是什么也抓不住 眼看着 就要坠入下面的无底深渊 忽然 一个声音急剑地在耳边说 你怎么了 快醒醒 快醒醒 我一下子惊醒过来 瞪大了眼睛 却见周围依然是一片黑暗 朦胧中 仿佛有人 在我身前 呼唤着我的名字 那个人好像是丁玲玲 我翻身作气 却发现自己根本动不了 就像梦魇一样 眼睛能看见面前的事物 却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丁玲玲的身影 在黑暗中清晰起来 他就在我的床前 紧张地拉着我的手 不住地呼唤 然而 我却根本无法回应 也无法动弹毫分 可怜的人 不要怕 我在 他忽然俯下身 拥住了我 那淡淡的幽香 便占据了我的整个心灵 他在我的耳边低难 不要怕 不要怕 一切都会过去的 你会忘了一切 有我在 你就再不会烦恼 夜 浑浑沉沉 头 浑浑沉沉 梦似乎又在继续 我不知道 这一切是真是假 眼前的人 又是梦是幻 我再次闭上眼 任那幽香充实整个梦中 我渐渐的失去了意识 什么都不知道 哎 这可怕的梦魇 不知何时 耳畔的闹钟 叮叮叮的响了起来 我忽然醒了过来 坐起身 窗外阳光四眼 原来已经天亮了 我把闹钟关掉 却见下面压着一张纸条 拿起来一看 上面写着 早上好 起床不要乱跑 等我回来 我微微一愣 昨夜的一切 这才瞬间涌入脑海 醉人的幽香 可怕的梦魇 无边无尽的黑暗 耳边温柔的低南 我心里咯噔一下 忙检查了一下 这身上的衣服 还好 都在身上 不过 怎么隐约间 有点失望的感觉呢 好奇怪 寝室的门忽然打开了 叮叮叮 仔衣短裤 戴着个小熊帽子 手里拎着早餐 蹦蹦跳跳的走了进来 我仔细看了看他 忽然发现 原来他也挺好看的 你起床了 快来吃早餐吧 他对我吐了下舌头 笑嘻嘻的 把手中的早餐 放在了桌子上 我扫了一眼 那是他的饭盒 里面有几个小笼包 还有稀饭什么的 不好意思 我就这一个饭盒 我们一起吃吧 他很自然的说 递给我一个勺子 我低头 看了看 这勺子毫无疑问 也是他的 他这是要干嘛 对不起 我不能用你的东西 我也不饿 我想 我该走了 我轻轻把那勺子放下 没说什么 转身 就要往外走去 现在已经是上午八点多 寝室门早已经打开 我现在走出去 顶多会有人议论 却不会被当成流氓呢 他愣了 见我真的要走 忙喊我 喂 你急什么 等一下 我和你一起出去 你这样的话 我没有说话 走到门口去想了想 回头对他笑了想 说 谢谢你 说完 转身 推门 头也不回的 走了出去 我知道 这一夜应该够荒唐的 我不会再让我的生命里 缠杂太多的东西 我承受不起 因为我的生命 正在倒计时 我必须挤住所有的精力 去完成我的使命 我没有太多的时间 可供浪费 更何况 这个叮铃铃给我的感觉 有点怪怪的 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虽然昨天夜里 似乎是发生了一点什么 但是 这正是令我疑惑的问题所在 他为什么要那么做 是为了报恩 还是真的喜欢我 又或者 另外有着别的什么目的 我不知道 不过让我奇怪的是 我走出女生宿舍这一路 居然没有多少女生 表现出很惊讶的样子 我糊涂了 难道男生住女寝 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吗 好吧 我也懒得管那么多 于是我熊悠悠气昂昂的 走出了女寝大门 对面楼里的几个男生 走了出来 看着我的眼神呢 就跟看着凯旋而归的英雄似的 这感觉 貌似也挺爽 出了门之后 我并没有回宿舍 而是转头直奔小操场 昨夜战斗过的痕迹还在 那只山霄 自然已经是消失了 不过 我却不知道 他是被我干掉了 还是被那个人带走了 微凉的风 掠过枯黄的草地 卷起满地尘埃 我知道 再过一会儿 这里的一切痕迹 都将不复存在 再也不会有人知道 这小操场上面 曾经发生过什么 我紧皱眉头 望了望空旷的四野 心中暗想 那个前来追杀我的神秘年轻人 究竟是什么来临 他又会在何时再次出现呢 我的心头思绪万千 正准备回宿舍 刚回头 身后却不知何时 站了一个人 心雅 我顿时大喜走了上去 只见他面色仍然有些憔悴 但却微笑着看着我 看上去应该已经没什么大碍 你回来了 太好了 是南宫飞燕送你回来的吗 他微微点头 南宫老师都跟我说了 是我昨天突发疾病 你把我送到了医院 后来担心医院照顾不好 就送到他那里 真是谢谢你了 要不是你的话 我昨天 我心想这个南宫飞燕倒也会边瞎话 于是笑着打断他 嗨 不用跟我客气什么 只要你没事就好 对了 南宫老师呢 心雅笑了 他呀 他说他被停职一周 不好意思进来 到门口就回去了 我本来是想回宿舍 却不知道怎么的 想来这里走走 没想到刚好就碰到了你 这叫什么呀 这就叫缘分了 我对他挥了挥手 走 吃饭去 你大病刚好 早餐不能少了 说完我就下意识地摸了摸钱包 心想昨天晚上 连窜带蹦的可不要丢了 还好钱包还在裤袋里 我随手掏了出来 打开看了一眼 不过这一眼 却让我的心跳骤然加快 就见昨天塞进钱包里 那张黑色纸片 上面的字已经变了 三天之后 月圆之秋 东湖桥下 不死不休 我击零零地打个寒颤 这竟然是一个死怨 可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 神奇诡异法术 那个年轻人究竟是人呢 还是妖魔 心雅见我呆住了 奇怪地问我 你怎么了 我缓缓地回过神来 把钱包收了起来 勉强笑了一下 我好像丢了十块钱 没事 我们去吃饭吧 重新迈步 我只觉脚下似乎沉重了许多 这真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我几乎已经快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我们刚走了没多远 就见几个人陆陆续续地往实验楼走了 我扫了几眼 其中有两个面熟的 都是美术系的学生 而这几拨人过去之后 后面又一个人出现了 一见这人 我的心就再次沉了下去 这是个女孩 穿着紧身的黑色风衣 戴着墨镜口罩 双手插在兜里 不急不许地往实验楼走去 这竟然是那个裸膜 也就是身上戴着 类似洞天时事物的那个人 我再次停下脚步 目光凝重紧紧地盯着他 秋风四起 平地里忽然起了一阵怪风 那女子的口罩在刹那间脱落 她慌忙伸出手去整理 但是在那刹那间 还没能我看清她的面容 心牙却浑身如遭电击 猛地颤抖起来 她远远地指着那个人 惊慌地叫道 怎么是她 她 她还活着